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是大家所关切的疫情情况 我们来看国际社会目前的疫情情况 首先是看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总体来说要分城市别来看 上海的疫情是降温 但是北京它的管控越来越严 那么中国官方是宣称 在上海的奉贤 普陀 徐慧等八区 已经达到了清零 那么上海总共化归为16区 所以有半数还是在努力清零的阶段 北京现在加码防疫 在北京上公厕要必须扫码实联制 而且北京从今天开始出入任何公共场所 也就是包括餐厅 除了要扫码 另外必须拿出48小时的核酸 阴性证明才进得去 那么这将会使得北京 在公共场所的出入 人流 有可能大受影响 同时整个管控也越来越严 进到公厕前门口停留一下 拿出手机扫码 由于北京先前出现公厕传播列 为加强防范 在东城区针对人流较多的113处公厕 实行扫码入厕规定 现在能大出去捕捉到你 其实我觉得这是 对老百姓一个很有益处的事的 你比如说我是老人 你比如我马上想上厕所了 那我没带手机就有点麻烦 上厕所也要实联制 随着疫情发展 北京不断加码防疫限制 原先出入公共场所已经要扫码 从12号起还要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另外为进一步减少人流 北京故宫也要闭关 发生聚集性疫情的相关单位 要深刻汲取教训 摸清风险人员抵塑 狠抓问题整感 北京管控已步步驱延 而上海疫情部分 11号新增感染者1449例 官方称有8个区达成社会面清零 全市已经有8个区和浦东新区部分的 接证社会面基本清零 这8个区分别是 凤贤 金山 崇明 清浦 松江 普陀 嘉定和徐慧 上海全市16个区半数疫情清零 浦东国际机场的快递物流 在加速复工下 出入进货物量有所增进 快捐企业日操作量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普遍较4月环比增长了1.5倍至2倍左右 部分一些恢复的比较好的一些快捐企业增长了2.5倍 为了解决复工企业供应链卡关问题 机场针对重点企业产品 像是生物医药 半导体晶片等 加急货物开放绿色通道 货物抵达立即检验随即放行 官方对于重点企业复工格外重视 一家生产快筛企业 员工已经闭门生产近两个月 上海疫情好转 但管控不轻易松绑 无非是要贯彻中央清零目标 大陆外交部更对市卫秘书长谭德赛 批评中国大陆清零政策不可持续 做出毁机 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 看待中国疫情防控的政策 能够更多的了解事实 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大陆强调绝对有条件能力 实现动态清零 但为了这份坚持 恐怕不只是国际坚争论 实际付出的人力物力都是负担 估计未来三年大陆要增加至少50万护士才能大标 不仅如此邮件于上海就会封控惨痛教训 大陆官方要求各大城市要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广设采样站 有大陆证券机构估算 如果实施常态化检测 一年耗费成本高达人民币1.45兆 相当于大陆去年GDP的1.5% 为了凭动态清零 大陆不惜代价 TVBS新闻综合报道